我们的阳光玫瑰事业夭折了 本来不想拍这个视频 小郭非要说有始有终 给大家一个交代 也给自己一个交代 还非要说这种丢人的事 还非要拍出来 然后呢 我身后的这一批阳光玫瑰发出去之后 我们带货阳光玫瑰这个事情 就要正式的停了 其实这两天我一直在反思 具体问题是出在了哪呢 我总结了一下 总共有四点 第一点呢就是 这个阳光玫瑰的风评太差了 现在的 我本来以为就是还觉得 那个前一段时间的这个风波都已经过去了 市场慢慢的趋向好了 结果没想到又翻了个二次浪 然后呢导致阳光玫瑰大家根本就不认可 很多人就是 根本就不接受 甚至是反对是阻止 他不管他买不买 他过来就给你拆台 就是说他的风评真的太差了 市场不接受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 这应该是我自身出了问题的 就是我一直是觉得 好东西他就一定会有好市场 然后呢没想到今年这个阳光玫瑰的市场会这么差 然后呢导致这个货呢梁又不齐 差的货铺天盖地都是价格也卖的相当便宜 而他们的市场价比地头 比我要的比我兄弟种的这片园子的地头收购价还要低了 所以就导致我总觉得好东西就一定会得到大家的认可 但是呢跟市场上一比就确实就显贵了 所以呢直播间里大家一对比一下呢 那就少了很多 还有第三个原因 也是货上的原因 就是我们上一条视频发的那个关于气囊运输的问题 我们可能大概统计了一下 基本上不到十分之一 大家收到货都会因为气囊破损 导致这个阳光玫瑰葡萄受损 掉了颗粒什么的 那咱是有收获的呀 我亲力亲为就是要保证大家一定要受到好的服务 受到好的有好的保障 所以呢我们都是给大家去赔付 只要一赔付 不管赔多赔少 只要一赔付 那就是亏钱 那就是赔本的 所以呢基本上这一搞下来就搞得心力交瘁的 就觉得好像卖的黑的比卖的还要多 而且呢确实是因为这个包装上面 我们可能经验不足 不管是气囊的质量问题啊 还是我们这个纸箱定制的大小的问题啊 总之问题就出在了这 货上面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这是第三个原因 还有第四个原因 就是这 还有活的 然后呢 就是我们从卖花椒开始 一直就开始昼夜不停的这种 可能一天就睡个四个小时 三个小时都很正常 然后不停的奔波 花椒一停 赶紧就到阳光玫瑰地下来了 那就 呃这叫啥来着 带状炮疹 说是抵抗力低下引起的 然后去看了医生 医生给的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叮嘱就是 休息 但是呢现在确实是不仅仅说是打针打吊针打肌肉针抹的要吃的要 哎呀一次吃一把 现在老关还发烧呢 对然后现在呢今天呢其实我感觉脖子上的症状呢是有一点轻了 但是确实今天开始发烧了 然后呢我们一合计 哎呀就当决策失误吧 哎来了哈 坐坐 就当决策失误吧 然后这也是我们俩自主创业以来 怎么说呢就是第一个挫折吧 从我们俩大学毕业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属于顺出顺水 从小郭心里来讲就觉得哎呦好委屈啊 好像失败了一样的 失败是已成定局了 既然失败了就一定有损失 首先就是我后面这一片园子 总共可能在15到16屋的样子 然后呢光果子钱 大家算一下可以有多少 好在这是过硬的关系 不管你到别的地方 你要卖人家的果子 不说你付果子的全款吧 定金肯定是得有的 但是呢这是我们商认识了14年的哥们 一分钱没有让我拿 开始卖过 而且呢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卖出去的货货款都没有跟他结 还有我跟小郭之前商量的就是说 把这些我卖不了了 然后把这个园子就交给他 他去找客商直接一口价就卖掉了 如果说人家客商给的价格高于 他给我们的价格了 那我们啥也不管了 就我哥们他自己处理吧 如果说人家客商给的价格低于了 我哥们给我当时货的价格的话 那这个损失的差价 由我们俩来承担 但我哥们坚持不同意 然后呢最后一商量那就这样了 谁让十几年的交情呢 这个亏就让我哥们去吃吧 因为我们在这卖 把园子里也整个乱糟糟的 而且呢你这一片园子 你卖了一部分人家客商来 给价钱肯定会往下拉 对往下降 所以呢这个亏就让我哥们来吃吧 所以相当于这一步损失 我朋友承担了呗 对 你要是要是在别人那弄果子 在别人那边水果 你不跟人家交钱 这一步就是咱们的又是一个损失 你知道吗 应该会是最大的损失 对 接下来最大的损失 就是我们置办的这些个好材 就是这个纸箱子 一个呢 接近就是5块钱 我们定了1万个 1万个 然后呢 而且呢 就是因为当时走了新了嘛 上面还印着我们咕咕过的logo 对 属于定制款了 然后呢 你现在就是转手卖给别人 也没法卖 就上次用 肯定是完全砸手 相当于这 你现在指着它回成本 也就是说看 费品收购的地方 能给个几毛钱一斤了 就这个样子 对 相当于这些箱子就要损失 将近5万 对啊 将近5万 然后呢 还有那个气囊 就是装这个葡萄的这个气囊 呃 当时买下来走过也就接近一万 买了3万个气囊 然后 这也就赔了 买 就全部 好在那个东西好像现在放到这也不存在 先放那 也不算 就没有这个亏的那么厉害 不算心疼 这两下起来6万了啊 对啊 所以其他的小件就不用算了 就这些大的 呃 你要接下来再折腾下去到说不定会更惨 所以及时也算是及时之死是吧 哈哈哈 对你经常在上卖往下卖 先是赔的付果子的钱 再加上这些万一到时候这些卖的卖的 可没有客上收这些果子 你该怎么办 是不是 而且越把这个原子折腾的越乱 到时候地里的这些果子越卖不上价格 所以呢 倒都是损失 而且确实是卖不动 就算是我跟小郭这一次尝试着生鲜 尝试着阳光玫瑰 没有选好时机 贸然进入 而且就是当时的雄心壮志 雄心勃勃 从第13号晚上开始直播 到现在整整四天时间 我们的所有的心血就几乎就是打手套了 这呢 就是我当初信手承诺 斗志昂扬要打下来的江山 里面呢就是我们定制的纸箱 接近7吨吧 对6.8吨 哈哈哈 到时候看费费品能给我黑衣服 还有谁需要不 有谁需要这6点几吨都卖给你 没错没错没错 哎就看他卖费品能给多少钱了 然后接下来就 休息休息你先休息休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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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